大理区的图城社区是以水路为有为主题 并且在公园设置了一群水路装置艺术 但由于这些都是木板材质 经过了风吹雨打 这些装置艺术腐朽不堪 不忍公园顿时特色 最近里长用垃圾回馈金 由公所采购了十多只 环养树植做的水路装置艺术 不只是兼顾许许如生的水路装置 也信了很多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十多只的水路装置艺术分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 有的悠闲散步 也有的在低头觅食 吸引社区民众一起拍照 这些脚客是最近里长用垃圾回馈金 由公所采购来营造在地公园特色 这边有说这个梅花路啊 好漂亮啊 很多啊 很多梅花路啊 不用喝水啊 就会长大啊 从那四点下课 带来这儿走 来这儿欣赏 看到这新的楼子 外面里面里面 会说要欣赏的 拿去小朋友看 这次我们特别用 那个繁养素质下去做 这个比较耐 比较久了 放得更久了 也不错了 因为我们 头像里 它水路会有做主题嘛 所以这边特别了 特别 十九岁 现在我们企业楼子 大家来讲 民众大家来观赏 来拍照打卡 当初社区以水路回油为主题 并在公园设置了一群水路装置艺术 但由于是木板材质 经过风吹雨打 这些装置艺术腐朽不堪 现在有新水路装置重新进驻 相当吸睛之外 里长也争取在公园设置新的游乐器材与座椅 让民众在这里休息玩耍 好不好玩 有啊 每天都来啊 对啊 刚才来看一些 头像我们这里的居民 又带他们的孙子 那些小孩子在这里玩了 我感觉做这个公园 对我们头像帮助很多 我们特别要跟这个台中市政府建设局 养工处这边争取 小朋友的这个攀爬的东西 还有一个钓桥 让小孩在这里分练平衡感 因为小孩在摄桌的地方 也要有细导 休息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农村底下 还要做一个圆形的椅子 让长者在那边休闲聊天 新水路装置艺术 让图城公园重新活络 而社区处处有不同造型的装置艺术 也成为地方艺术亮点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